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还记得这期节目吗 我在后院打开杀戒 把这一个长得像瀑布一样的灌木丛 穷奇士给整得彻底面目全非 是不是触动了树上的精灵呢 我也不知道 总之呢,这个视频可给我惹来了不小的麻烦 那这一切呢,还得从我民宿接了那个大单开始说起 现在呢,我来现身说法 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跟大家讲一下 那一开始呢,一家人住进来 原本预定呢,是差不多六周 要将近六周的时间 我们也挺开心的,接了这么一个大单,对吧 这六周都不用再操心了 也不用整天洗呀,换呀的 这个来了,那个走了的 然后呢,他们就住进来了 一家人,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小孩 也觉得也挺好的,没什么 然后他们要回迪拜了嘛 所以之前房子可能退掉了 他的理由是这样啊 然后呢,就先住一个月啊 到时候就走了 然后呢,住了几天之后呢 突然间有一天警察敲门 说警察怎么来找他呢 说呢,他在外面抄诉 说这家人的男主人啊,在外面抄诉 他们当时扣了他的驾照 现在用完了,给他还回来 哦,觉得也没什么大事啊 当时呢,警察来了 我们就告诉他,跟警察一起把他的驾照还给他了 也没有什么大事 但是当天晚上呢 这个人家呢,就说要提前走 说是这个,他的丈夫呀 心脏有病,要做大手术 要提前走 本来是定六周的嘛 说要等于住两周,两周走 当时呢,其实按照规定啊 他们已经住进来了 在check in了之后,就不能再退房了 而且呢,他又退那么多 但是当时考虑到呢 他又有病,对吧 然后这样也不好 就同意他退房 但是呢,之前他住超过一个月有个折扣 有个25%的折扣没有了 然后呢,等于他住两周嘛 就按原价 我就说没有折扣了 就一天180牛币的钱 你就这么付 当时他也同意了啊 就挺好的 协商的没问题 但是呢,过了两天之后呢 有一天我在花园里就是录那期视频的时候呢 天气特别好 他们有一位长者呢 好像来探望他们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探望他呢 我当时在花园里拍啊 什么的 他们见了我都打招呼啊 都说话啊 都没什么 天气挺好啊 我说花园啊 我就拍 他们也没觉得什么问题 但是呢,就好像那位长者进去之后呢 就突然间把窗帘都拉上 然后在里面就好像嘀咕事儿 也不知道什么事儿 然后出来之后呢 就那个长者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当天晚上他们就收拾行李 就跟逃荒一样的 逃跑了 走了 然后给我留下这个留言 就说 我们今天晚就搬走了 然后我给他回复 我说 不是还要过一个星期吗 等于他们要住两个星期 才住了一个星期 怎么这么着急走啊 当时呢 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手术 日期有改变或者什么 也没觉得什么问题 走了就走了呗 但是第二天呢 我们的Airbnb的账户就被封了 被封了呢 我当时就挺纳闷的 什么原因被封呢 然后就跟Airbnb啊 这种协调呀 也没有给出原因 说我们正在被调查 说调查什么呢 好像很严重的事情 不严重也不会封我们的这个账号 对吧 其他的新的客人都不能预定了 然后呢 怀疑是刚走的这位客人 去投诉了什么 我们自己怀疑他投诉什么呢 他想要提前走 我们也答应他的要求了 嗯 觉得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呀 然后呢 就给他发了个短信 然后正好他有的罚单呢 寄到了 他超速的罚单就觉得 呃 用这个机会问问他 你的罚单到了 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这个 呃 Airbnb有什么 有什么不满意吗 有什么反馈吗 然后他就说 你们偷拍我吗 你们放了什么360度的什么呃 隐藏的摄像头来真来拍我们 然后一听我们就一头雾水啊 觉得这是哪跟哪啊 呃 但是确认的就是肯定是他啊 这个投诉 才导致我们账户被封的了 然后呢 就希望呢 这个事情呢 赶紧的Airbnb调查呀 你不是说我偷拍你吗 呃 他说他也报警了 我说挺好的呀 报警啊 警察来查呀 因为在新西兰 你要是在啊这种自己的民宿里面放摄像机拍人家 那警察肯定来了 这是刑事案件了 那那不得了的了呀 那赶紧的警察帮我们解决呀 结果警察也没来 怎么等也不来 然后呢 跟Airbnb协调呢 Airbnb就问了 然后我就说 他说我没有拍他 我说我在花园里拍过花园 但是当时我们还在说话 没有任何误会呀 所以我也没有对着他们的房间来拍 再说这个摄像 我在摄像是在花园里面 是在这个 他们的居住的地方的外面 说到维权呢 大家看一看啊 我这个背景是不是有点熟悉呀 在新西兰的小伙伴 的确呢 这是Eric 我家先生 我们家的刑事辩护律师 做小红书 经常用这个办公室来录节目 如果在新西兰的朋友呢 有可能刷小红书刷到他 他现在是在做刑事辩护啊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去这个联系我 或者直接联系他也行 那中间呢 插播了这么个广告啊 现在继续说 维权 我们的维权之路 那Eric同学呢 就反复的跟Airbnb协商嘛 协商的结果就是 我们的账户啊 可以开通了 但是呢 他的差评去不掉 他给我们一星的差评 说我们偷拍他 去不掉 那个这个事情呢 就造成了汉人大波了 因为周围有很多 做Airbnb的新西兰本地人 然后也是关注我们家的事情 然后他们看到 我们有这么一个一星的评价 然后里面还写我们偷拍房客 然后他们就不能理解 然后就联系我 说怎么回事 有个人还特意租了 我们家几天房子 要来看一看究竟怎么回事 因为在新西兰 你要房客 要是在屋里啊 或者是偷拍 这个客人 镇孔摄像机之类的 这是很严重的刑事案件的 怎么可能允许 这样的事情存在呢 所以他们也是出于 这个关心吧 就问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就说了事情的经过 然后他们就觉得 要赶紧把这个差评去掉啊 这个差评很过分的呀 然后我说 我们也协商了呀 但是跟协商的过程当中呢 感觉跟协商的人 在Airbnb 全是菲律宾人 他们的总部 是不是在菲律宾 好像那边的人 是不是不太懂 新西兰的国情 因为新西兰这边呢 是特别讲法治的一个国家 像你偷拍别人 在房东 偷拍访客 这什么 这种偷拍的是 非常严重的形式案件了 在这边 所以不可能 置之不理的 还让你 继续接待 其他的客人 所以他们也觉得纳闷嘛 为什么有这样的评论 而你还能正常接客 这是自相矛盾的嘛 所以我们也是啊 然后就 Eric同学就不断的 现在还在维权过程当中 想把他这个差评给去掉 但是呢 那边就好像说 你确实也在拍呀 那边的理由就是 所以他这个差评 不能去掉 然后呢 但是他们那边 我就觉得太不了解 新西兰的国情了 所以可能最后呢 这个差评也去不掉 那总之呢 现在这个事情呢 就还是这么拖着 偶尔呢 还会有客人来住 但是呢 这个差评确实影响挺大的 现在就在努力的 把它去掉 然后能去掉呢 就去掉 去不掉呢 我们就可能换个账户 重新再开始 这也是一个办法 有个人出的主意 但是之前的很多好评啊 哎呀 就感觉 之前挺辛苦的 要给客人留下 很好的印象 很好的服务 结果到最后呢 背着感觉一颗老鼠屎啊 坏了一颗汤的感觉 但是呢 目前也没有特别的生气了 一开始是有点生气啊 现在就是慢慢气消了 觉得这也挺正常啊 你打开门做生意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现在呢 也学的这个聪明一些了 然后设置了很多的这个关卡 就是客人如果想预定呢 我呢 必须得经过我的提前的这个 审查 我要各种审查 其实这个人呢 之前就有点苗头 就是他当时租啊 五六个星期这么长的时间 那坐Airbnb呢 是比较觉得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我总要问问 你过来是什么目的啊 你是什么目的到我们这附近来啊 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 就问你问这干什么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 当时呢 我就在考虑 好像是啊 你你你为什么要问人家这个 但是当时就又一犹豫 觉得确实没必要管人家来干嘛 然后呢 就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呢 还真是有点苗头 一开始就感觉这个人就觉得好像挺紧张的 那时候觉得自己觉得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呀 就跟居委会大妈似的你调查人家来干嘛 但是现在想一想呢 还是有这个必要的啊 特别是这么长的单子 像我那位波斯朋友说的 以后看到中德人的名字就不租给他 那也太过分了 但是如果就是确实是看到这个名字吧 就是有点奇怪 然后呢 他的这个review又比较少 当时他才有两个review 所以呢 那就要多问一问啊 看看沟通的 如果觉得沟通也没问题呢 也是可以租给的 就是自己多了一层这个选择吧 嗯 就感觉你要让人家定了 你再退就不好了 所以最好呢 就是在他定之前呢 你就多加询问 才同意他定 哎 就这个样子 以后就这么办 那现在因为这一出嘛 这个民宿的生意大打折扣 然后现在客人就非常的少 然后这方面的视频呢 做的可能也会很少 估计这一期之后呢 嗯 很久我也没有 我感觉这个视频也没有什么好做的 就是人家来了 人家走了 觉得有点无聊 就拍拍人家走 这个客人干净不干净 然后这个客人 这个给你留下了什么垃圾 捡捡人家的垃圾桶 觉得好像也没得大意思啊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呢 可以给我一下反馈 或者呢 关注一下我其他的系列啊 我做 一会儿做这个 一会儿做那个 我的兴趣是比较广泛的 所以呢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系列 希望大家呢 多多的支持一下 也看一眼 要非得有点反思呢 就是 我实在是不应该 砍那个穷骑士啊 砍得那么狠 最后呢 把我自己砍穷了 看来这树啊 上了年头呢 是不能乱砍乱罚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